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欢乐秀 我是月月姐姐 小朋友们 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去恐龙岛了呢 听说那儿呢 有新的恐龙要诞生了 那我们快去看看 都是什么样的小恐龙吧 GoGoGo 哇我们的恐龙岛呢 还是以前的样子 看这里呢 有我们的大霸王龙 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长颈龙啦 它们呢 依然在我们的恐龙岛上 非常快乐地生活着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猜的小恐龙到底在哪里呢 小恐龙蛋 就在月月姐姐的眼前有三颗 那么我们先呢 打开这个 看看里面是什么呢 是一个新的恐龙 还是其他的物种呢 登登 哇 它看起来超级的威风呢 哦 我们看 它的嘴巴里面 有两个超级长的獠牙 所以说呢 这个动物啊 一定是非常非常凶的 那小朋友们 你们看到这个动物之后 有没有联想到哪些动物呢 那其实呢 它呀 叫做 剑齿虎 它是属于猫壳类的动物 小朋友们 你们猜一下 剑齿虎 它是捕猎什么威食 其实呢 它是捕猎自己的同类耶 是不是非常的凶残呢 非常的厉害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獠牙 赶快让我们的剑齿虎 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猜一个 看一看接下来的 这些恐龙蛋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 小温柳的小动物出现呢 那就来拆这个吧 哎 咚咚 哇 又是一个新的物种 哇 那我们的这个新物种呢 看起来非常像一个蜥蜴 但是呢 比一般的蜥蜴要大很多 而且它的背上呢 有一个红色的这样的脊背 嗯 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呢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小脸 哎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嘴巴 还有一个眼睛 哎 把它放到这边吧 让它休息一下 待会看看它要干什么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粉色的恐龙蛋 那这里面会是什么呢 噔噔 哦 月月姐姐看到了它的头 还有它的小脚丫 它的小脚丫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萌呢 有五个小指头 而且它的肚皮真的是好白呀 哎 好啦 让它呢 跟小朋友们展示一下它的身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脸呢 还是胖嘟嘟的 刚才它的两腮呢 像是有两坨肉一样 那这个动物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那月月姐姐呢 翻遍了自己的小脑袋都没有想到它到底是什么动物 小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 可以在屏幕下方来告诉月月姐姐哦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三个小动物 它们到底打起架来 谁会是最厉害的呢 哎 摆到我们的前面 让小朋友们来看一下 哇 但从身高上来讲呢 我们的这个剑齿虎好像是非常厉害的 哇 我们的大蜥蜴一下子就倒了 哦 看来它的前两个胳膊真的是非常有力呢 嘿 哎 哎 不过这个动物看起来趴的是非常稳的嘛 虽然长得萌萌的 但是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嘿 那么现在我们就让它们来打战一场吧 看看谁才是最终的王者 嘿 哦 看来我们的剑齿虎这会儿呢 呃 太耗费体力了 有点累 我们让它休息一下吧 哎 接下来上场的呢 是我们的大蜥蜴 哎 它们两个在互相观望 准备要开打了 哎 噓 哎 哦 噓 我们的这个动物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呢 看 它一下子战胜了两个动物 哇 今天呢 它就是我们的恐龙蛋里面的王者啦 恭喜你 哇 小朋友们 那么今天我们拆出来的这三个恐龙蛋里面的小物种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是不是超级喜欢我们这个战斗力超级超级强的这个小动物呢 小朋友们 那么今天呢 我们从三个恐龙蛋里面拆出来了三种不同的小物种 那大家觉得哪一个物种是最可爱的呢 还有哪一种物种是自己最喜欢的呢 那当然啦 月月姐姐呢 最喜欢我们的这个啦 最后呢 它战胜了其他的两个动物 是最厉害的 那么如果小朋友们还想知道我们恐龙岛里面 还有哪些新的物种 以及恐龙岛里面 究竟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 玩具欢乐秀 月姐姐都在这里陪着你们哦 好啦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